151 一樣在文字語之下函數裡面 往下看 151開頭的 擷取瓜糊中自串 那其實這個邏輯蠻簡單的 就是開啟這一個 這個題目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題目裡面的話 第一個 A欄跟 B欄 A欄的話是資料來源 B欄的話呢 是我們要放資料的地方 那你當然從這個可以看出來 就是有瓜糊裡面的資料放過來 就這樣子而已 OK 那當然裡面有答案嘛 你把它刪掉 那其實這邊提示 會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 Fine 函數 第二個 Mid 函數 第三個的話是 If A 函數 就這三個 OK 那我先把它刪掉 所以 待會的話呢 我們是 當然你可以想想看 除了這三個函數之外 有沒有別的函數更快 當然我們越快越好 只是說目前想到的 這幾個函數應該是最簡便的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呢 如何把這個瓜糊的資料帶過來這邊 OK 其實呢 如果我們以前想不到好方法啦 就土法鏈鋼可能就是人工來做了 那如果這個資料量幾萬筆的話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做到什麼時候才能做得完 那當然這個 這種工作上的需求還蠻多的 不是瓜糊喔 可能是某部分資料喔 比如說你前面是什麼字 就是 前面什麼符號 後面什麼符號 我只要中間的東西 但是它是放在某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有固定的規則 你其實就可以利用同樣的方法來做 那我要怎麼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第一個喔 一般習慣上會用φ函數 所以呢 φ函數不知道哥哥沒用過啦 φ主要是尋找我們儲存格裡面有沒有哪一個字元 哪個字啦 OK喔 如果有的話它告訴你第幾個 比如說你要叫它找錢瓜糊 它就回來這個應該是3吧 然後這個的話應該是9吧 所以我們只要怎麼 把這個什麼呢 用密的函數抓第四個字 有沒有 第四個字 一直到第幾個字 到冠軍這個嘛 所以總共五個字嘛 那我可以把後面這個字 9-3 多一個字 然後再-1 為什麼多一個 因為其實是下一個字 那所以呢 我們其實第一個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游標先放在B3 試試看喔 用φ 插入函數 找到什麼呢 找到文字類裡面的φ函數 文字喔 φ 這邊有個φ函數 OK 那φ函數的話呢 它基本上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不過理論上喔 這個star number這個可以空 因為其實如果你裡面是省略的話 有沒有 它會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那find test是意思說 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錢瓜糊 所以你就找錢瓜糊 所以你打一個錢瓜糊 那我前面講過 如果test前後要加雙以後 不過φ函數呢 他有一點蠻貼心的 就是 他會自己幫你加錢後雙以後 所以你只要打一個錢瓜糊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v16 v16是在哪邊找 那我就在這邊找找看 找到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喔 他 輸入錢瓜糊 找這裡面的話 有了 第三個字 OK 所以我 那如果我找後瓜糊 你可以試試看 後瓜糊 第九個字 所以你其實可以理出一個規則 我只要怎麼樣 從第三個字 後面 從這個地方用mid函數 mid 去切割 那切割的話 是從這個錢瓜糊的位置的下一個字 所以喔 3加1 OK 然後一直到哪一個字呢 9 減掉3 的下一個字 所以再減1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第一步呢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用fine 然後fine錢瓜糊 我按確定 他得到3 不過你會發現喔 向上填滿 Value錯誤 向下填滿 如果裡面沒瓜糊都是錯誤 那不過這個怎麼辦 等一下再處理吧 我們先處理呢 B3裡面的資料 那第一步呢 先fine 錢瓜糊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建議你可以把公式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 第二個函數 用什麼 用mid 他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mid是切割 切割從mid中間切喔 那他問你 你的資料在哪裡 我知道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是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 我要從那個錢瓜糊的位置 的下一個字 加1 因為如果你從第三個字 那會包含瓜糊喔 OK喔 然後幾個字 再貼一次 從後瓜糊的位置 所以喔 貼了之後 把那個瓜糊 改成後瓜糊 有沒有9 那如果你用9 變成全部都 那減掉什麼 前瓜糊的位置 6 可是實際上 應該是前瓜糊的下一個字 所以在什麼 減1 你會發現 第三屆冠軍出來了 OK 按確定 那把它向下填滿 向上填滿 那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雖然 有瓜糊的資料都對了 但是如果沒有瓜糊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緊字號開頭的錯誤 也就是在Excel裡面 只要是緊字號開頭的 都是錯誤 錯誤的訊息 它會放在後面 value 好 你給我錯誤的資料 為什麼錯誤資料 因為你不是叫我找錢瓜糊嗎 那為什麼你讓我找不到錢瓜糊呢 它意思是這樣 OK 那怎麼辦 其實 一般人就不管它了 我看滿多人的那個 問的問題 為什麼裡面這麼多 緊字號開頭 理論上應該比較正確 是什麼 把它過濾掉 那如果把緊字號開頭錯誤過濾掉 我跟魏講 你可以用什麼 再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 減下來 插入過濾錯誤的這個函數 叫做ifl if 如果 l 就是錯誤 如果 緊字號錯誤發生 你要怎麼辦 按確定 那所以你把value 就貼上剛剛的這個公式 如果這個沒有錯 如果沒有錯 那就輸出沒有錯的結果 那如果有錯 所以下面這個是如果有錯 如果value evale要做什麼 那就不要顯示這個錯誤 不要顯示 那就給它什麼 當然你不是空著 你要給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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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OK 特別之后 這個剛剛vbla用到 其實在exel也是一樣 很確定 好 那我們要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通通都搞定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151的部分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151 利用fine加上mid 再加上ifLayer 待會的話,我們一樣會把這個 用函數的方法再推進到VBA 當然一樣,我們就是剛剛練習的 丟公式,有沒有?清除 第三個是什麼? 利用VBA裡面的函數 就不是丟的公式 是直接輸出結果 那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有一點難度 不過我是建議,尤其fine函數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fine函數有時候 我們剛好要的資料 就不是固定哪個字,第幾個字 而是可能在資料裡面 前面有一個什麼符號 後面有什麼符號 那我要中間的資料 幫我把它抓出來 OK,像這種規則 如果你不會用fine函數 那就完蛋了 因為你可能就抓不到你要的 OK,試一下